就是再热热就行了 看看这串 焦黄的 今晚吃东北的烧烤 又便宜又好吃 我说长得像韩国帅哥欧巴的样子 这小串在下面摊个火加个热 这是我们家乡的小串 小串很小 但是特别入味很香的 我再尝尝 好吃 这样给我拿蒜 给我自己扒酒 吃这个小串 我还从头部这么一口 我就10多分钟 15-6分钟 这小串特别好吃 特别入味 我再给它裹上点芝麻自然 然后再烤一下 放下面炭火里面加 一手拿啤酒 一手吃小串 就是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我们家乡就得一样 女孩子也这样 你吃一口就去吧 加点芝麻更好吃 谢谢 来一下 看下气 对 是201的客人 今天好吃 这味道我不太好表达 就是我家乡 是有这个味道 我觉得最好吃的烧烤 一个是新疆的 还有就是我家乡 这地方 又便宜又好吃 这味道是别的地方复制不了的 烤的肉串滋滋冒油 这香 香味40平 看到这个了吗 这个叫舌弹 烤的差不多了 来烤酒 有点蛋黄色 有点绿绿的 外面刷了一层烧烤酱 都是自自的烧烤酱 这个是肉筋 尝尝肉筋 好好吃 其实我家乡的所有的串 不管是肉筋 牛肉 还猪肉都好吃 你就看着肉 就看着肉 外面全还有芝麻 自然 还有点辣椒粉 手干肚皮那点都能皮脂 谁说的 牛头 你没人说的 你怎么说的算 你先看了个折茶吧 哈哈 饭店好玩 想要点选 下班可以来这 可以 大家欢喜好 只有你准客 我 没问题 这个食材 让我烤了一遍 上面滋滋的冒油花呢 点焦焦的 再点滋滋吗 来 来一口 你不怕我说呀 你跟我感觉 我都吃完了 我不能告诉他 我不可能那么怕 其实一吃到好吃的东西 我就不想说话了 不想用言语来表达 就是在这边享受 焖头吃焖头喝 享受生活 所以就想说完了 回家来也回家 我好好休息 烤满的片 烤的焦焦的 上面抹的酱 烤完 一咬就香 等那种做饭吗 那边是烤鸡头左边的 白鱼 这有一个酒店叫啥呢 上不上白鱼 没有白鱼 口不上 重点 还有一个尖牙子 姐 挺好 是不是 冬妙 冬妙那个是还是挺好吃的 我喜欢吃那个 新光阿里郎那个牛尾锅 这么钱 还有牛尾锅 我不吃狗肉 咱们为了录视频 你喝饭了 谁呀 我呀 我慢了 是吗 咱们以前不每次出来都凉吗 哪有 你吃个东西 不是 我今天都凉了 感觉花了 你挑的 我没打过 你夸我后一次 你怎么选这么好的人呢 他们都老怎么办了姐 真香 那天有你吗 每次没有我 看看这烤馒头 我们家乡这边烤馒头超级好吃 我小的时候也最喜欢吃 上面除了一层鸡 然后烤得被皮疏碎 我估计很多要是如果吃过 家乡烤馒头的家乡人的话 如果是很多吃过我们家乡烤馒头 或者是我们自己家乡人的话 看到这个肯定非常有感情 吃这东西不光是美味 还是一种情怀 我替你们吃一口 但我觉得主持根本没有肯定 这里全是芝麻 好吃我就不用再重复了 真好吃 看这皮有瓶子 今天喝了几瓶 聊聊天现在有点新酒 这些就是我做的串